秦天柱为什么会被人类背叛 在地球保卫战中 他不惜身负重伤 但如今却落得只能变身成残破不堪的卡车四处躲避 直到五年后被男主发现 为了缓解秦天柱对人类的惧怕 男主向他解释表达了善意 才算放下戒心 出于对秦天柱的敬礼 男主决定修好他 他也是很纳闷 人类到底对秦天柱做了什么 心脏都掉落了下来 原来在上一次大战结束后 汽车人虽然帮助人类保护住了地球 这也让鹰匠产生了极度之心 他们以保护地球生命安全的名义 反过来追杀汽车人 试图破解他们的技术 制造自己的钢铁战甲 以称霸地球 与此同时 秦天柱的造物主也派出赏金猎人禁币 试图抓捕秦天柱回去 于是禁币与鹰匠便达成合作 双方共同追杀汽车人 禁币答应鹰匠 抓到秦天柱就把种子武器送给人类 以至于随后的几年里 汽车人四处躲藏 其中同伴救护车就遭遇了追杀 甚至跪下求饶 期望他们能放过自己 但鹰匠可没那么好心 就在这时 一枚导弹击中了救护车 鹰匠的部队也趁机将奇迹倒在地 已经奄奄一息 这时禁币过来问他秦天柱到底在什么地 救护车队中都没有说什么 于是在随后几年汽车人里消失不见 直到五年后 秦天柱化身破烂不堪的卡车 被男主发现激活了 并对他进行了维修 但这一切 也被鹰匠的卫星监控到了 派出军队前来围剿秦天柱 将男主的家团团围住 进入里面进行搜查 但他们始终没有找到 愤怒的特工用他女儿声令威胁男主 但男主始终没有说出来 就在这时 藏在地下的秦天柱也忍无可忍 从仓库里杀了出来 将附近的特工一干的没有还手之力 男主他们四处躲避 但这般动静也把禁闭吸引过来 直接向他们发射树枚导弹 男主家瞬间被夷为平地 好在这时 男主女儿的男朋友小帅开车赶过来 几人上车拼命逃脱 秦天柱在后面也试图逃跑 但禁闭在后面群追不舍 秦天柱在后面顶住火力反抗 帮助男主他们逃脱 就在几人刚摆脱特工追杀 禁闭朝他们扔了一枚炸弹 强大的威力瞬间将他们险些围主 迅速向前奔跑 但好友还是稳定 瞬间被燃烧成铁 来不及难过 秦天柱带领几人变身汽车逃离了阵 并向汽车人同伴发出召集令 为了突出作为领袖的气质 秦天柱摇身一变 与此同时 更多的汽车人也收到了秦天柱的号码 都兴奋地奔向基地 昔日的同伴已经所剩不多 好在探长 挑移 十字线等主力还在 还有很受欢迎的的憨憨大黄松也在场 秦天柱对人类为什么反杀自己很是不紧 这是男主找到了一份无人机里的录像 他们从中得知了真相 鹰将抢走汽车人的脑瓜子做实验 残忍杀害曾经帮助人类的汽车人 只为窃取其技术称霸地球 他们仿照秦天柱的构造 梁森定做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变形金刚 金破天 就算威震天也被拿来利用 他被窃取的秦天柱愤怒至极 他们疯狂杀进KSI公司总 在里面四处破坏 摧毁他们盗取的技术 大黄蜂穿梭在里面的楼层中 这是公司里的光头哥走过来 愣是把盗取的东西说是自己的创新技术 秦天柱听后一脸无奈 探长向直接杀掉他 但被秦天柱制止了 他不想伤害人类 无奈地离开了这里 但光头哥和丧彪并不打算放过他们 准备启用金破天袭击他们 作为升级版的变形金刚 他的身形变幻莫测 先是向汽车人发出导弹 秦天柱和大黄蜂瞬间被炸飞 大黄蜂本想反击 结果金破天的一个分离变身 直接把大黄蜂看待了 而此时的金破天已经不受人类控制 肆无忌惮地向秦天柱发出攻击 秦天柱随即变身 与金破天撕打一起 他试图用星辰剑刺向对方 但由于金破天没有灵 这根本伤不了 随后秦天柱好不容易将其打倒了 不料远处一枚导弹击中了秦天柱 原来是赏金猎人禁闭也赶破了 秦天柱经受不了多次攻击倒下 随后便被金碧连人带车用绳索带走 其中男主的女儿也在里面 金碧将秦天柱关押飞船中 试图驾驶飞船将他带到造物种那 随后 参与这次抓捕的鹰将们也赶了过来 作为交换 金碧将种子送给了人类 愚蠢的人类殊不知这将带来怎样的后果 金碧随即启动了飞船 为了营救秦天柱和男主女儿 剩余的汽车人和男主也追了上岸 时间紧迫 他们四处寻找 他释放出毛绳 以拖延飞船飞行时间 男主和小帅则在一间武器仓库中捡到一把外型武器 利用他淡掉了几个小兵小将 最后顺利找到了小美 另一边 汽车人在牢笼中找到了秦天柱 他们发现 这个地方属于飞船的逃生舱 与飞船驾驶舱是分离的 他们决定在禁闭启动飞船后 趁机逃离 与此同时 男主发现目前只能通过这个绳索逃离 就在他们刚走到半截时 禁闭的机械狼也追了过来 男主紧忙射击驱赶 怎料机械狼直接咬断了他们的绳子 危机关头 大黄蜂赶不过来 干掉了几个机械狼 然后一跃而下接住了 随后汽车人队友也赶不过来 将他们接到飞机上 但更多追兵也飞了过来 大黄蜂用绳索勾住一艘船拦截住一架飞机 随后又发射出几枚挡 但他嫌弃大黄蜂效率实在太慢了 自己直接跳了出去 一个大空翻 解决了两架敌机 与此同时 禁闭的飞船也启动了暗物质飞离了地球 而藏在逃生舱的擎天柱也悄悄分离了出去 男主与擎天柱都顺利逃脱后 在地面进行了会合 光头哥眼看局面已经失控 为了隐藏金破天 他们将设备转移到了香港 而擎天柱这边也发觉 在与金破天战斗时 明显感受到了威震天的气场 旁边的小汽车人也说道 当时在一同被研究时 威震天的大脑还存活着 他一直在利用自己身上的狮子 传递到金破天身上 如今的金破天只不过是重生的威震天 只是愚蠢的人类还不知道 为了阻止这一切 他们决定一同前往香港 与此同时 禁闭也发现了擎天柱已经逃跑 准备再次返回地球 而刚到香港的金破天也开始不受人类控制 彻底被威震天控制住了身体 试图抢夺种子 得知真相的光头 带着种子四处躲藏 一场多方的大战即将开始 为了取得胜利 擎天柱拔出霸气的星辰剑 他要用这把神剑来驯服传说中的上古骑士 他们只听命于强者 只见擎天柱一剑下去 他瞬间变身成恐龙的模样 喷射出熊熊火焰 随后擎天柱一拳下去 并许诺将来还给骑士自由 彻底将其制服 成了他的坐骑 随后剩余几个上古骑士也臣服于他 跟随其战斗 他们所向披靡 快速地奔向战斗中的城市中心 眼下的汽车人正与金破天及其小弟撕打一起 他们的弹药即将用完 探长也疲惫地倒下 好在擎天柱及时赶过来 在城市中心战无不胜 没有人是他的对手 坐骑也不甘示弱 疯狂地撕咬这些敌人 大黄蜂被仿制品按在地上防纵 随后擎天柱从背后一招制敌拯救他 然后一跃而跳 搭上了飞骑 不料毒刺也抓住跟了上来 双方在空中撕打一起 双方打得热火朝天 不料这事飞骑撞上了栏杆 大黄蜂已毒刺双双坠落 从天上打到地下 最后用导弹将其击败 而就在这时 禁闭驾驶飞船也追了回来 直接启动了磁吸功能 将地面的金属物体全部吸附上去 汽车人都在所难免 擎天柱也不例外 关键时刻 他向磁吸洞口发射了几枚炮弹 飞船瞬间爆炸 随后禁闭亲自下来与擎天柱战斗 反应不及时的擎天柱被擎压 随后他用星辰剑与其四打一起 显然禁闭更占上风 男主还想趁机偷袭帮忙 不料 之前与禁闭合作的丧彪赶过来 试图杀害男主 擎天柱看到后 帮助男主击毙了丧彪 但这也给了禁闭可乘之机 抢走了他的星辰剑 狠狠地刺中了擎天柱 随后大黄蜂赶过来 试图阻止禁闭带走擎天柱 但他根本不是禁闭的对手 男主也在一旁进行射击 以此拖延时间 小美则趁机用钩绳勾住了星辰剑 一脚油门下去 将星辰剑瓦了出来 挣脱束缚后的擎天柱 接住星辰剑 从背后一剑下去将禁闭劈成两半 微震天附身的惊破天剑状以落荒而逃 离开之际 秦天柱也按照之前的约定 给了骑士自由 而秦天柱则带着肘子飞向了太平 让他永远远离地球 寻找传说中的造物主 剩下的汽车人则继续隐藏在了地球中 不久之后 秦天柱再次回到了母星塞伯塔 见到了创造他的生命之神昆塔沙 怒气冲天的秦天柱本想上前杀害他 结果被粉粉困住 并控制住了他的思想 将其黑化 一场更大的危机即将来临 感谢观看